来教你在家做出一道大人小孩都爱吃的粉蒸肉 选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厚片 大芋头切成厚片再切成粗条 准备葱姜蒜料酒生抽老抽 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 腌好挑掉葱姜蒜保持有水分 加50克蒸肉粉 其实排骨和其他肉类也可以这样做 蒸肉粉本身含有盐不需要再加 可以适当加点水这样才不会太干 小学做菜的点个头像旁边的家好收藏 主页毕竟有一千多道详细美食哦 五层油温下芋头开炸 炸至飘起来表面酥脆即可捞出 拿在垫底把它撑起来 这样可以让肉上下受热均匀 叫做菜我可是认真的点个红心支持一下吧 谢谢 有顺序的摆好 把水烧开下蒸屉 放下两份油连挤 扣上盖子还可以 蒸它个七七四十九分钟 切记不要包上保鲜膜 米粉才能更好的吸收水分 不会夹生 不要忘了 逐一面道菜都很详细 总有一道适合你 不要错过哦